各位彪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Orient Orient Star Orient Star是一隻 豬仔比較喜歡的牌子 因為它的性價比值很高 Orient Star是日本製造的 日本製造 採用了日本的F6 R42的機心 50小時的動力儲能 是一個Semi-Skeleton 的款式 有一個Open Heart的位置 在9點位置 12點位置有一個動力儲能顯示 即是Power Surf的Inderator 在12點位置 零到50 即是50個小時的Power 然後 你看到那個黑度 做得很漂亮 黑度也做了 特製的字釘 銀白色的 珍珠白色 或是銀白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這個Semi-Skeleton 在Skeleton裡面 屬於較為小小小小的尺寸 也切合到2024 一個手錶的趨勢 就是39.3M的標徑 屬於小標徑 東方星 東方最近 珠仔都少了去推介 因為我搬 店前 我不想寄貨回來 現在搬定了 這兩天 我便會開始寄貨回來 因為太複雜了 搬一個寫字樓 真的超乎了我的想像 所以 有些標迷就耐心等候 珠仔訂了我的標 真的太忙 因為我不想在很混亂的時間裡 都寄貨回來 變成加重了整個混亂的狀態 好了 這條標 先說一下 F6的機心 就在東方裡面 經常運用 而在東方星裡面 入門級 更加是用得很穩定 你看到它 黑道做了一個特字的字釘 十二點和六點位置 做了羅馬字 羅馬字 很漂亮 很漂亮 兼型的指針 還有藍色的秒針 還有藍色的動力儲能顯示針 你看到一些細緻造工 例如在一個開放心的位置 有些拋光的打磨 也可以透過開放心的視窗 可以看到一個琴衆系統 看到嗎 可以吸一下 吸一下 琴衆系統 如果你還未擁有一個開放心的 其實真的可以試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機心 可以看到柚絲在彈琴中輪 可以看到機械感 而且你看到東方星很有心去設計 在OpenHard的位置 就有拉絲的不守鋼圈 拉絲旁邊也做了一行光身 其實它不只是在標盤上開孔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OpenHard就純粹在標盤上開孔給你看 而這個就做了一個圍邊的位置 然後你看到12點位置也是做了一個動力儲能顯示的黑度 也做了拉絲和拋光的 很細緻的做得 然後6點位置有OS的Oren Star的標誌 寫著自動機 日本的F6R4的機身 你看到那些黑度也做了特紙的字釘 親近鏡可以看看拉絲打磨的造工 以及一個放射性紋的珍珠白色的標盤 你看到近鏡看這個手錶的時候 看到這塊藍寶石的玻璃錶面都很清晰 東方星很多時候做這些手錶的時候 它是用功的用心的 以及這塊藍寶石的玻璃錶面還做了AR的圖層 所以透過光的折射很清晰地看到錶盤 整個錶的細緻造工都看得很清楚 看看夜光 有個內影邊框在黑度後面 都是一點點的夜光 再加上時分針也有夜光 一齊你看一下夜光 時分針加上內影的黑度後面的點點 夜光看不漂亮 夜光也很英俊 夜光很清晰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到旁邊部分都做了拉絲 中間間鑑了韓光芯 Semi Skeleton 除了在Skeleton裡面屬於細鏢之外 沒有做日力槍 那麼 它這裏有一個Curve位 就是它做得很流線 你看到拉絲鑑了光芯 鑑了拉絲 我喜歡旁邊鏽鑑做拉絲花紋 珠仔也說過很多次 因為撞花了的時候沒那麼覺 我喜歡旁邊做拉絲 而且它用了一個短身的耳蓋 短身的耳蓋就比較貼手 標關位置放在三點位置做了拉推罐 這隻標採用了316L實深不鏽鋼 整隻標和標帶都是一樣 這隻標做了100米的防水 所以做了拉推罐 標關上面也有一個OS的Logo 我們試試踢起了標關 有停秒功能 看看標關有什麼玩意 豬仔不戴手套的原因 很多Youtuber說手錶 未必會教這隻手錶 我喜歡教這隻手錶給大家看 例如動力儲能顯示 我們試試向上轉動上發條 我上了發條 大概這個動作上了17下 就超過了25小時的動力儲能 反映了機身的質素 敏感度很高 不論你是手上發條 或者你是靠自動上鏈 即是後面的駝位自動上鏈 其實你轉動的時候 它也上得很快 比起精工或者星神的機身 也上得還要快 所以這個就能夠體現到 雖然它用F6的入門級機身 但是F6R42的機身 除了價錢比較貼地之外 其實質量也很穩定 包括它的上發條的敏感度 拿起了標關之後 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它停了秒 我們試試向下轉動 東方是下流的 因為向下流 下流是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我們教機械標 盡量順時針方向教 原因就是 其實手錶的設計 都是順著時針方向教 順著時針方向教的時候 它走走的時候 減低了手錶的損耗 如果你反扭其實也可以 但是對於機身就不太好 試一下搖一下 它完全沒有虛位 標的沒有虛位 做得很好 教過了 感覺很緊致 教的時候手錶也很好 試了停秒給大家看 教的時候要出點力 才能推動到時分針 手錶很好 教完之後 我們看看錶帶 錶帶也很紮實 採用了一條實心不鏽鋼錶帶 做了三行拉絲 選了兩行光身 手錶帶也很靚 如果你還未擁有過第一隻東方星 你真的可以試一下 Orient Orient Star 因為它是日本製造 日本人的QC 都是很嚴謹的 再加上錶帶 用料 細緻造工的地方 都做得很好 性價比值很高 好了 Orient Star的扣 這個有少少挑剔的位置 就是它做了雷射 沒有做食黑或洋黑 差了一點 如果做完就會更正 他做了雷射的Orient Star 希望他聽到豬仔的意見 另外 錶扣位置也有兩粒微調位置 打開之後做了後橋 做了拉斯花文的後橋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讓大家看看螺旋式鎖的底蓋 底蓋上面 亦有些輿論文的打磨 而陀位做了一些輕微的 日耐雅文打磨 挺帥氣的 挺有質感的 雖然是一隻不貴的手錶 最重要是三隻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螺旋式鎖底蓋 Epson的自家機芯 Saphira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10個bar的防水 Stinger Steel 不受講的 這隻手錶很漂亮 陀位到處 整隻手錶的造工 上面的陀位都寫著 Orange Star Japan 日本製造的手錶 雖然它不是一隻貴價的手錶 但是口橋 316L實心不鏽鋼 藍寶石玻璃錶面 加上AR塗層 底蓋是透視底蓋 做了輿論文加日耳文的打磨 採用了一個有動力儲能顯示的機械手錶 其實你家裡有很多機械手錶 10隻8隻我都有 豬仔我有幾十隻機械手錶 但是要有一隻有開放心 再加上動力儲能顯示槍 還要是MIJ的 其實未必多 再加上藍寶石 Saphira Crystal 好了 講到這裡 試一下磅一下 東方星的Semi Skeleton 這隻錶很重 我猜140g 148g 差不多150g 其實有些手感 每次有150g的手錶 也會有質感 這隻到148g 當然是有些手感 試一下量度尺寸 剛才主席說過 Semi Skeleton 是屬於小錶徑 39mm左右的錶徑 大約39mm的錶徑 大約12.4mm的錶徑 大約45.7mm 試一下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OrenStar珍珠白色的錶盤 白色的錶盤永遠都是給人一個白搭的顏色 長青的顏色 容易看 還有 它再配上藍色針 真的很值得 真是英俊到運 好了 朱仔推介 這隻手錶外面 我剛才上網看過的 大概賣多少錢呢 平均 有4,900元 5,500多元 4,800多元 Pies.com 這隻手錶外面 這隻手錶外面 是4,200元 5,000多元 再加運費 也有 對了 朱仔推介 超順價 不過只有一隻現貨 朱仔推介 2,8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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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計算了今日的匯率 208元 2,808元 超值的價錢 如果這隻是 這隻手錶外面 我猜這隻要到3,800元 真的要 這樣的質素 加上藍寶石的AR塗層 再加上這麼漂亮的打磨造工的紙釘 好了 朱仔推介 2,808元 朱仔只剩一隻現貨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有WhatsApp給朱仔 打給朱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Orange Star Semi Skeleton 想在佐敦店裡拿 還是麗芝哥店裡拿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LIKE 朱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過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